海鮮餐廳 大家好 我是郝紹文 這次我要在海鮮餐廳 老闆與他的情人裡面 飾演的是海鮮餐廳老闆 他是一個 很渴望著有一段 與眾不同 而且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出軌經驗 的一個餐廳老闆 因為生活一直太規矩 太過規律 所以他就真的 想要突破一次自己的習慣 最挑戰我的地方 其實是他對於 他被困住的 這件事情已經是 認真去思考的 可是因為我自己不會覺得說 我被困在我的生活當中 我覺得還蠻快樂 就像是做作業一樣 開始練習一些 戲劇的基本功 然後需要注意的地方 李立群 李伯伯 是我很尊敬 的一個長輩 就也很想聽一看他的 他的經驗啊 然後他的指導啊 我就好啊 好啊 然後我就來演啊 然後沒想到一拍就是 五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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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個劇本 來來回回的 反覆吞下去 再反除出來 再吞下去 再反除出來 這五年的時間 無數次這樣子的經過 可以說每一個角落 在甚至每一個字上面 都會有自己的新的認知 跟體會 然後一次把他演出來感覺 攀唱淋漓 還蠻爽的 就好像剛洗完一個熱水澡一樣 高 再加上當時我是坐著的 他站在那邊 那我 我心裡面的聲音是這樣 但我沒有發出來 關於表演他其實有很多 獨到的概念 會 會更擴展 擴展我的想法 他日常生活之間 就很 很體貼啊 就是 常常問我說 你吃飽了沒啊 你餓了沒啊 晚餐想吃什麼啊 好像都是管你吃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就是他日常生活中的這些 體貼 就讓我覺得 很感興耶 今年在 十月的二十九號 三十號 三十一號 還有十一月的一號 將由我的海鮮餐廳老闆 與他的情人的舞台劇演出 請大家上UDN售票網 去購票前往觀看